上午 卓云和李玲 夫妻一起做环保 眼睛开刀不能长盯荧幕 78岁的李玲闲不住 重心渐渐移到环保 在我来说是润稿比较简单 88岁的卓云把环保当作养生运动 但她的最爱还是写文章 这些年学生多了 她退居幕后 润稿改稿 文章是精致的语言 所以你要精致而且要通顺 踏入慈季当真善美之工 二十多年来许多重要活动 都可看到两人身影 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幸福的 不幸福的 你都可以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生 李玲喜欢采访也算卓云的学生 但文章要被修改 常觉得不服气 她的快心里有时候不静 她的东西稍微有点粗糙 可是她的文章内容很好 我做文成绩不比你差 我小学是全校第二名 能干的人有一定傲气 是不是 能干的人是不是 我就是顺着她的傲气 给她潜能开发出来 对啊 我说文章要给你赶 我连看都不给她看 个性不同 前面二十多年什么都能吵 后来这二十多年是因为做慈祭 才发现彼此是永远的靠山 4月23号这一天是两人结婚52周年 卓云和李玲都同意 怨偶已经变成了志同道合的菩萨道旅 无可取代 大爱新闻李亚平 郭继宗 坦中报道 来关心国际消息